大家好我是三蘇公 那又到了三國式幻想大陸的無限挑戰 最高只打到的165萬喔 那今天10場挑戰完 拿了這些點數之後 去試驗加成這邊 點這樣 基本上就是 把暴擊點滿 抗暴點滿 閃避只有1 這樣點的話 再來就是 我們沒有潮P 所以沒辦法上到200多萬嘛 所以這次呢 就把劉備換成了袁紹 但是你會發現喔 換了袁紹之後 反而沒辦法成功 會一直失敗 那其他的陣容啊 神兵 靈寵都是照昨天一樣 但是呢 戰魂這邊 就是要用昨天講的另外一組 爆裂衝擊跟怒焰滅襲 用這一組 才有辦法打到高分165萬 換5一樣喔 跟昨天一樣 這兩個全開 那靈寵的部分呢 這裡熊貓可以跟龍象互換 沒關係 那你有白虎上白虎 沒白虎就上其他的 上個比翼之類的 再來就是神兵的話 跟昨天放一樣 那你沒有合適幣的話 你可以把刀放在前面 那第三個可能就換扇子 或者是弓之類的 那接著我有看到有人沒有王毅 也沒有他換武 那就是之前的劉備放上去 再來有潮P上潮P 這樣我看到有人還可以打到接近百萬啦 那當然潮P要上火分數才會高啦 那再來要打到兩百多萬的話 或接近兩百萬 一樣是用這一個陣容 那潮P一定是要上火的 再來白虎越高性越好 核四壁越高性越好 還有槍 槍如果能上到UR增傷會更高 所以基本上現在有破到兩百萬的 應該都是這個陣容 應該沒有新的啦 那我現在目前一百六十五 在我們服也排到了第十名 就差不多這樣啦 那比較低配的 其實其他人有做影片 那官方PC也蠻多人在分享的 可以去那邊看 那CH比較前面的不外乎 就是馬雲路啊 諸葛亮 曹操 那甚至還有上亡元機的 打出來的傷害應該都是 蠻低的啦 沒辦法像我們舊服這麽高 好啦以上就是跟我差不多陣容的 最後衝刺 剩沒幾小時 大家趕快試一下 名刺還能再往前推幾名 好啦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